各位观众 现在介绍在位置在台北地检署持续带您关心超思蛋的争议 而从去年发出了闹出了风波之后到现在 其实这中间一年的时间超思的负责人秦宇桥都是没有现身的 但是昨天被约谈到案这也是他首次在镜头前面曝光 而带您回顾整体超思蛋的争议 主要就是因为在去年是有爆出缺蛋危机 还记得吗你那时候想要买蛋可能都买不到 最后还造成了蛋价上涨 而当时农业部为了解决这个没有蛋的问题 因此是开放了鸡蛋的进口专案 而当时就有一间公司叫做超思 是主要负责了全台湾近六成的鸡蛋 进口了8814万颗鸡蛋 这么量的大量大家都会想说 一定是在台湾很有分量 很有大量很有能力的一个厂商 但是却被发现这间超思公司资本额只有50万元之外 它还是一人公司而已 因此就能负责了这么大量的进口袋 大家都负责说到底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能力 因此也被发现说它的厂其实就在高雄 刚山的一间透天座而已 因此大家就会想说 到底是不是有人从背后来可能有屠得了一些利益呢 因为它其实有获得农业部的补助款 疑似有被负责是上亿万元 之外呢它还有从中有收取了手续费是达到3800万 因此北检在昨天就兵分了十四路展开搜索约谈 透过手本要带您来看到的北检昨天是去到哪里 这包含有去到了超市公司以及量产公司 还有农业部的办公室等等 总共约谈了八名的被告以及三名的证人 而除了现在是农业部的重新公务员 以及虚产会拱姓公务员都是是请回的 而现在还有三个人是还没有交保出来 包含刚刚有谈到的超市负责人秦宇桥 他是被预令200万交保 有最近状况我们会持续在现场为您守候 以上最新把新镜头先还给黄内主播 好 检调侦办了超市进口蛋的怡云 检察官在烙咽附军之后 就认为超市的负责人秦宇桥 涉犯刑法加重 诈欺等罪 预令2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珠海 而另外量彩的负责人则是100万元交保 台北地检署侦办进口蛋闭案 24号发动搜索约谈 其中畜产公司女会计晚间遭带往北检 接受检察官赋讯 面对媒体提问低着头不发一语 他除了用手遮脸还一度拿起背包遮挡头部 比开镜头 而走在他后方身穿白衬衫戴黑色口罩的 就是量彩公司负责人 同样被以证人身份移送北检赋讯 而这起超私进口蛋一元争议不断 案发至今刚满一年 台北地检署24号市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 兵分十四路搜索农业部 畜产会官员办公室及超私量彩两家公司 约谈九名官商道案 全案朝加重诈欺 图利等罪侦办 东森新闻中文报道 台北地检署侦办进口蛋闭案 24号发动搜索约谈 其中畜产公司女会计晚间遭带往北检 接受检察官复训 面对媒体提问低着头不发一语 他除了用手遮脸还一度拿起背包遮挡头部 避开镜头 而走在他后方身穿白衬衫戴黑色口罩的 就是量彩公司负责人 同样被以证人身份移送北检附训 而这起超私进口蛋一元争议不断 案发至今刚满一年 台北地检署24号市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 兵分十四路搜索农业部 畜产会官员办公室及超私量彩两家公司 约谈九名官商道案 全案朝加重诈欺 图利等罪侦办 东森新闻中文报道 台北地检署侦办进口蛋闭案 24号发动搜索约谈 其中处产公司女会计晚间遭带往北检 接受检察官附训 面对媒体提问低着头不发一语 她除了用手遮脸 还一度拿起背包遮挡头部 避开镜头 而走在他后方身穿白衬衫戴黑色口罩的 就是量彩公司负责人 同样被以证人身份移送北检附训 而这起超私进口蛋一元争议不断 案发至今刚满一年 台北地检署24号市指挥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 缤纷十四路搜索农业部 畜产会官员办公室及超私量彩两家公司 约谈九名官商道案 全案朝加重诈欺 图利等罪侦办 东森新闻中文报道 好 今天晚上最新的现场 也就是超私进口蛋争议 案发至今刚满一年 也曾经是十大名院 检调终于有动作了 今天兵分十四路 搜索农业部中央续产会 超私以及量彩公司 约谈九名官商 我们连线记者洪诗琴进一步报道 好 主观 这我们马上带来关心 超私进口蛋争议 案发至今刚满一年 而就在今天 检方有了初步的动作 在今天的第一波的约谈行动当中 是一共搜索了十四处 而其中就包含了农业部 以及中央续产会 还有超私公司 以及量彩公司 一共兵分十四路来进行搜索 带回了九人来约谈 好 不过讲到超私案 或许大家有一点点陌生忘记了 不过您是否还记得 过去在去年时 曾经有一段时间 你到超商里头 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蛋 而当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农业部就启动了 所谓进口巴西蛋的专案 而在这一波的专案当中 是谁得标 就是由超私公司来得标 不过要告诉您 超私公司在当时是一个 只有成立一年 而且是只有资本额 五十万的公司 但是后续却获得了 上亿的补助款 也因此被质疑在过程当中 是否有土利等嫌疑 因此检方今天是针对了 这起事件来进行侦办 一共带回了九人 预计稍后八点过后 就会将相关人带回复训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隐身高雄岗山的巷弄名宅内 这里就是备受争议的超私公司 登记地址 二零二年九月成立资本五十万的小额公司 却能拿农业部一亿多补助 从巴西进口八千万颗鸡蛋 疑点重重引发在野 巡起围攻 只要是正常人都可以看出超私鸡蛋案 就是一个大弊案 只有农业部的官员死不认错 真的是装税的人叫不醒 蓝鹰狂呛这桩进口鸡蛋 让超私平白赚取百分之八 将近三千八百万的服务费 却替民众进口坏掉鸡蛋 而神秘负责人秦宇乔 更从未露面 家人被起底 弟弟是前调查局官员秦台生 曾借借秦宇乔的民意 购入欧帽中控制的联牙公司股票 涉及部法力输送 秦宇乔至今都未曾出面解释 在野党从选前到选后整整一年 提出各种疑点和不合理之处 呼吁检调要硬起来 并且要查办到底 超私鸡蛋移运查了一年多 业者将进口蛋产地改标 浪费公堂两亿元 销毁五千四百零二万颗过期鸡蛋 是否涂力炸漆 又或者违反食安法等 成为检调追查重点 而当时中央续产会 更早了量彩公司 进口日本鸡蛋 但官务署却找不到 相关进出口资料 被质疑 违反政府采购罰 超私也明显的是 有射击土力 但是你却不问不问 是不是也不过是一个 政治的办案动作呢 时隔一年多 超私进口蛋争议 越演越烈 台北地界扩大侦办 就判走日还给社会大众 一个真相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还记得去年年初 缺檔危机 农业部开放巴西进口蛋 却引爆涉嫌土力 超私的相关争议吗 现在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检调有了新的动作 台北地监署 24号兵分14路 分别搜索农业部 续厂会 外加量产超私两间公司 同时约谈农业部的 陈姓官员 续参说的公姓 五姓官员 外加六名业者 而这六人当中 也包括超私的负责人 秦宇桥 以土力加重诈欺等罪 展开侦办 我讲迟到怎么也不到好 从去年讲到现在 终于检调冤冻起来 侦办相关独立的这个罪行 我们希望说 检察官能够还给 全国民众一个公道 我只是很纳闷 第一件事 就是拖了这么久 才开始侦办 那是不是该灭的证 该串的供 全部都串完了 都灭好了 蓝营丽维执 以检调慢半拍 是不是有政治力介入的因素 而且已经过了这么久 相关人士是否早就把 关键资料统统销毁 不过据了解 虽然检方追查初期 过程并不顺利 但专业小组还是拿到了 相关的产销资料文件 同步追查金流 只是现在有关 核准超私的关键转折 缺少部分文字记录 我想我们会配合 整个司法的调查 农业部长陈俊继 强调一切都会配合检方调查 现在三名官员 六名相关业者 全都遭到约谈 回过头来看 前部长陈吉仲的 这番话 我们都依照立委员相关 规定办理 真相如何 就真的有待检调单位 抽丝剥剪 东森新闻网博的陈向宇 在台北报道 而这起案件也发生一年了 不过还好检调没有忘记 那就是超私进口案的争议 检调终于有动作了 今天兵分十四路 搜索了农业部 中央续查会 超私以及量财公司 而且一口气约谈了 九名官商 更进步的状况 我们连线记者洪世勤报道 事情 好 各位观众 讲到超私进口蛋争议 大家都不陌生 不过您还记得吗 当时候因为这一波的争议 导致了时任的农业部的部长 陈吉仲 因此下台 所以当时候最引发质疑的 就是超私公司 是一人公司 而且在当时是成立一年 资本额只有50万 为什么可以取得农业部 这高达7亿的进口巴西蛋的专案的标案 还有就是后续它获得了3800万的获利 以及呢传出有高达了上亿元的补助款 现在就是要来一一厘清 是否有官商勾结 以及到底是谁 突立了超私公司 好 北检在今天指挥了调查局 一共针对了14处来进行搜索 同样的您看到了 搜索的地点包含了就是农业部 以及中央续产会的办公室 其中还包含了 是有超私公司 以及量采公司 一共14处 现在全案就朝着突立罪 以及刑法的加重诈欺等罪 来进行侦办 在今天约谈了九名被告到案 当中就包含了农业部的陈姓公务员 在当时候 他是这一波的进口巴西弹的承办人员 还包含了就是有中央续产会的两名 分别是拱姓还有吴姓公务员 在当时也都是承办人 除此之外 还包含了超私公司的负责人 在今天也被约谈到案 预计在稍后的时候 相关人员就会送到北检来进行复序 就要来厘清说 究竟在整起事件当中是否有人图例 而且在当时 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超私的负责人 他从头到尾都还没有在镜头面前曝光 而如今他的庐山真面目 也将一一的公布在世人眼前 而且如果稍后有最新的状况 我们也将持续为您掌握 以上是现场最新 超私进口蛋的争议已经案发满一年 现在减掉才有动作还查得到东西吗 今天是缤分十四路约谈了相当多人 也搜索了相当多的单位 连线记者洪世晴 好主观 这我马上带来关心 超私进口蛋争议案发至今刚满一年 而就在今天 检方有了初步的动作 在今天的第一波的约谈行动当中 是一共搜索了十四处 而其中就包含了农业部以及中央续产会 还有超私公司以及量彩公司 一共缤分十四路来进行搜索 带回了九人来约谈 好 不过讲到超私案 或许大家有一点点陌生忘记了 不过您是否还记得 过去在去年时 曾经有一段时间你到超商里头 就算你有钱也买不到蛋 而当时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农业部就启动了所谓 进口巴西蛋的专案 而在这一波的专案当中是谁得标 就是由超私公司来得标 不过要告诉您 超私公司在当时是一个 只有成立一年 而且是只有资本额五十万的公司 但是后续却获得了上亿的补助款 也因此被质疑在过程当中 是否有土利等嫌疑 因此检方今天是针对了 这一起事件来进行侦办 一共带回了九人 预计稍后八点过后 就会将相关人带回复讯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公司的进口当案件 被检认为全案涉及了公务员土利 就在今天 检察官指挥了调查局 兵分十四路展开了搜索 而目前最新的状况如何呢 连线记者苏芷杰 好 主观众 过去在去弹期间 超私鸡蛋是闹得沸沸扬扬 甚至也导致当初的 这个农委会主委陈其中 也因此黯然下台 不过在今天下午呢 有一个重大的进展 也就是检掉 兵分十四路呢 来到了这个农业部 来进行一个搜索 那么其实搜索的范围 也包括了很多人的办公区域 而且约谈了三位基层的员工 另外呢 在整个超私鸡蛋当中 也包括了亮彩 还有超私这两间厂商 现在呢 也都是被搜索当中 而在稍早已经搜索完毕了 那么其实呢 也约谈了六位员工 所以总共呢 检掉是兵分了好几路 一共约谈了九个人 来到了这个来进行一个约谈 那么这些人到底是被告 还是证人 稍晚北检还会再给出一个消息 不过当初这个牵涉很深的 这个包括了当初的农委会 主委陈其中 其实不排除未来检掉 也可能会来进行一个约谈 那么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呢 现任的农业部长陈俊继 就在这个立法院里头 来接受一个备询 而且在他离场的时候 当然媒体也赶快来询问他 这件事情我们先带你一起来听 我们会配合整个司法的调查 那你现在目前有了解什么状况吗 现在没有了解 因为我都在立法院 我们小心车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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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让一下 我们让一下 小心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我们可以听到陈俊继说 他们一切都会配合检掉 来进行一个调查 不过其实在稍早在接受备询的时候 包括了执政 立委陈素月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整个陈俊继也有来回应 在今天中午休会的期间呢 其实他们有发现 检掉已经来到了农业部里头 来约询相关的人员 那么也包括了续产会的同仁 也都有来被约询 那么其实呢 他们一切都会来配合检掉 来进行一个调查 而且农业部在稍早的时候 也有发出声明 说其实在之前就有做过所谓的行政调查结果 调查报告 那么也是主动的来提交给检掉 来进行一个参考 不过呢 现在其实包括了有九位 全部都在被约谈当中 那么到底是证人还是被告 再稍晚就会有结果 以上是相当最新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我们把此之后